台中慈激医院护理之家的爷爷奶奶们 最近没办法和家人见面相聚 怎么办呢 没关系 线上聊天 闲话家常 我很好 请放心 95岁马奶奶的生日宴改在线上举行 儿女们都到咯 奶奶生日快乐 另一边台中慈激医院的专泽病房 收治了一位刚从北部南宋而来的确诊患者 入院没多久就呼吸急促 血氧不稳 当天就转家户病房查管治疗 平常是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做一个人的照顾 那因为现在物质选择 所以我们经常是自己进去作业 细心的照顾终于在六月初把玩 这一天可以出院了 从死亡线上折返 她开心地向医护人用挥手 比赞 感谢信里提到 我很幸运 碰上优秀医师 以及热忱的护理团队 因为你们抢救我的生命 就算情况很危险 我们还是愿意去救她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病人 对于这一整个家庭来说 她是非常重要的 勇于承担被汗水沾湿的制服 长期佩戴口罩的痕迹 都是守护生命的最佳印记